这个就是dji我的那台飞机本来是说没办法起飞了 送去修 然后呢这个云台就是被他们给搞坏了 然后就是我来回应该是寄过去两次吧 还是三次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估计邮费都已经100块钱了 目前来说这个云台呢是歪着的 上一次送过来的时候 云台里面是有白内障外加上云台会死机 那这一次呢是会有抖动 我就决定就是不找那个老板去修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毫无意义了 你跟他扯皮是没有那个办法的 我也觉得这个500块钱也就打水漂就算了 但是呢这个视频还是要发的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修飞机要谨慎 不是说你修没有办法起飞的时候 但其他他的零件也会坏 但是这个老板当时也跟我说过了 就是给我换这个东西 我跟他说不要换 然后就这样子了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换 反正就说来话长吧 我记得我还发在这个贴吧上面 后来就是说那个老板说我泄露他信息 但是我可以分享那个店铺的那个信息给你们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以后修飞机就是避开这个坑嘛 然后这台飞机我就决定把它送给我一个朋友 让他发挥最后娱乐 他炸了就算了 但是就不送修了 我去找那个老板了 然后我等下记录到那个界面去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反正这个目前这个摄像头是歪的 而且是有这样子会抖动 就这样子 然后电池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飞机跟我好几年了 我记得一开始一几年的时候视频 然后这一次就是很闹心嘛 然后没了就这样子 这个事情就到这里结束了 OK各位 回头就给他送出去 这个空还有飞机送人了 然后没了就这样子